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珍小玉 欢迎大家收看这节的《游民必答》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试课 上证指数升22点 报3310点 新证城指升45点 报11513点 护心300升12点 报3490点 恒指方面暂时报21001点 跌187点 国企指数9136点 跌88点 大市成交418亿 亦都在此呼吁各位家庭观众 如果你们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你们致电我们的电话 电线2046566 或者电邮你们的股票问题 去到ask at bschannel.com 这次的嘉宾请来Harry Harry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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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ry 我和你先听一听第一个电邮 先看一看第一个电邮 有May想问27号 这股份 27号是银鱼 暂时的股价是24个 一跌幅超过1% 1挨近2% 想拿来短炒可以怎么部署 短炒找一些低一点的位置买 我自己觉得23元或者以下 那些位置才买27号 短期来说 其实你说27号 可不可以说 本身就是突破向上去 27、8元 机会不是没有 只不过市况就一般 所以27号就升不到 但如果你纯粹看股价走势 近几段就跑人大市 始终你见到12月的博彩收入 比预期好很多 所以就有些支持力度回到 但是纯粹在股价表现上来说 银鱼都是走一个上落市格局 打横走 所以你不如打横走 底部大概23元以下才买 如果纯粹25元可能稳定一些 好像上来上去都上不了 你先炒上落 银鱼要觉得它走回 收补这些 其实要一些时间 要见到本身的博彩收入 真的有一两个月的回升 才会上升 所以暂时先炒上落 23元炒25元玩2元先 不要说不贪心 明白了 亦都见到大罕陆续 对毫赌股也有一些大罕报告出来了 看到摩通维持毫赌股 审慎乐观的看法 昨天跟另一个分析员有谈过 看到有些大罕觉得 毫赌股已经见底了 你又觉得是不是 他写了五次 我都被他欺骗了两次 他始终都会中 第六第七次怎么都会 但问题是 被他欺骗了两三次之后 我都甄芳芳 那是迷加 你又会知道 现在讲豪赌股 你不讲VIP VIP都倒下了 主要都讲的是 中场的赌股 如何去抢 所以你在那个 有几个看法 一是本身 如果你计中场赌股 或者占比的数目最多 当然是金沙 因为他本身有多少少的新赌股 又或者在路坑的范围比较大些 但是我自己看16年 始终都会看着一只银鱼和新豪 他都有个新墙开了之后 他抢了金沙的战备 我总是觉得累 所以譬如说 就问一下K 你转头 你自己本身要去澳门 你都想去试个新赌场 好过去金沙城中心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说 譬如家人观众问 买银鱼 你便低一点买一买 玩个上落 但是整个豪赌业 要真的好一点 真的一来 政策再配合一点 另外 就是见到整体的旅游发展 配套做多一点 才会继续吸引到旅客 因为中场是好看的 旅客 因为VIP 自己有直接渠途下来 但是现在倒下了 所以现在看 希望过几个月之后 因为上年的基数 开始低回头的时候 你那个跌幅一路收窄 股价就有得行 但是现阶段 如果你可以短炒的话 23至25元 我讲的 如果你说上28至30元 那些银鱼 可能是几个月之后 是的 明白 另外家庭观众 亦都想问 第二只股份 就是175阿吉利汽车 阿吉利出了一些数字 去年全年销售 就是51万架 亦都定了 未来2016年的目标 就是60万架 但是其实 看回 它最新公布的一些数字 期内出口 按年大幅减少是8成4 这些数字都好像一样 暂时来说 都跌超过2% 挨近3% 可不可以趁机会 捞下底 等等先 因为向下突破得很快 一下子打穿4元 然后已经3.70秒钟 不如先等它跌停 跌定先 因为吉利 先前的股价 这一段 其实是pricing 什么呢 就是它不是说 会做一些纯电动车 我罵了三个月 它还没有电动车 走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现在这么快去pricing 你是不是先等它三年 所以一看到那些数据 有点不太行的时候 它就回落 如果你看回吉利 那些数字 可能大家观众会有些混合 其实因为它出了个 全年的数据 全年的数据 全年的数据升22% 挺漂亮 但你看回12月的数据 它就不太行 所以见到股价 短线都有一些沽压 大行自然都在唱衰 所以等等 至少3.50 我就很简单 之前的升势回一半 就算3.50 到开始第一柱 要博那种因素 就要看它一月真的好一点 如果跟随12月的销售 如果你跟随12月的话 你三个会买 即见到一月都还是倒退的话 其实你三个三就会止蚀了 所以你现在吉利来说 就看一看 因为跌了这么大三支阴烛 市场的戒心就会重很多 是啊 想入手的家庭观众就要等一等 另外亦都想问2333长城汽车 暂时的估价是8.24 跌幅是短线1% 都是想用来短炒 在什么价位可以备处一下 8元以下 其实很坦白说 我答过很多次都是 我不喜欢这款 长城汽车 那些车又不是比人特别 我觉得 现在买开长城汽车的卖点 跟比亚迪一样 长城汽车我们是买SUV 但是你现在数得出所有牌子 都有很多SUV 这样放入市场 那你是不是竞争多了呢 那长城你自己本身的H6 是不是真的那么特别呢 现在没有了以前的歌仔唱 就是等同比亚迪 你以前就是玩独市的电动车 现在不是 现在传统汽车商全部进来 做这个电动车 电动车根本是一架 比较大电池的遥控车 可能是技术已经下来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 看今年的汽车股 以往的故事就不会拍下去 一支歌仔就不会唱了几年 所以你给我 我可能会8元 他跌了一轮 试试 上8.5元 9元 试试 但是你以整个汽车版块来说 我就未必那么喜欢长城汽车 明白 看到Harry都看了长城汽车 看到长城汽车都公布了一些最新的数据 就是今年销量的目标就是95万架 去年全年的销量就是87万架 按年上升1.9元 这个数字又是否满意 如果你计算长城也好 吉利也好 都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我不会去质疑他的目标究竟是好还是坏的 市场很有趣的 泰国进取又觉得你不行 泰国保守又觉得你不够积极 都是两成的 如果真的做到的话 对这间公司 无论吉利出的数字 也是大概一成多的销售目标的增长 这些数字其实我收货 因为如果你计算 两间公司都是积极转型的 长城再慢一点 因为他先前说去年才配股集资 做一个电动车的发展 开发一个电动车要给两三年 现在吉利又叫做 真的发布了整个计划 2018年觉得会有车走出来 在这个转型的阶段来说 其实整间公司的销售增长 靠什么呢 就是汽车的新款 这些新款其实标到两成的数字 或者一成多 其实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正常的举动 因为中国的经济其实不是那么好的 人家单靠一些税务补贴去撑住销售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上面 我不会说他们很保守 或者销售增长不是那么多 其实这个数字出来 如果真的达到的话 其实市场我也觉得会收货 谢谢Harry非常详尽的分析 看到恒指暂时报 二晚108点跌180点 国企指数9136点跌86点 大市城交428亿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Harry做新报 刚才提及过股份或指数相关资产 有没有持有? 没有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五间总结 这次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识订阅 转发 识订阅